上個禮拜最後是講到全部折線圖 就是把美元一直往下畫 畫到底下的最後10個欄位在紐幣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先抓一個匯率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馬上把我們的圖給畫出來 可是畫完這個圖之後 我突然有點不太滿意 我希望說可以畫兩欄 不要畫一欄 現在一欄 縱向是欄 那怎麼做 這可能要想想看 當然這也沒有絕對標準答案 這都想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我寫出來的程式 其實也是一樣先推論 推論的話不是說一次就寫完 你可以先寫一個 比如說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先做一個美元先畫出來 然後把人民幣不要畫下面 畫到這邊來 如果兩個OK之後的話 其他你就可以去衍生出全部 就像上個禮拜一樣 你可以漸進的 你不要一次就是野心太大 OK 你就慢慢寫 一定可以寫得出來 這個是第一個 那當然未來你可以三個 可以啊 四個也可以一樣的道理 甚至的話呢 你可以 其實後面其實還有延伸 就是你不要放同一個工作表 因為同一個工作表其實蠻亂的 有的時候甚至你可以把它放不同工作表 比如說資料放在第一個工作表 圖表放第二個工作表 那你圖表其實就空間很大了 你就可以放很多欄 甚至的話你還可以怎麼樣 美元如果折線圖不夠的話 你還可以再畫個圓形圖 然後畫個 就是不同的方式去分析資料 然後給一個不同的視覺化 結果呈現出來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就有幫助你做一些決策了 到底一樣嘛 就是你開車一樣 你開車如果沒有儀表板的話 你怎麼開 對喔 儀表板你至少還要會看吧 像我發現有的人 連儀表板都開 像我一個朋友 前一陣子開車開一開 突然呢 引擎就冒煙了 然後呢 我說你是在沒有看水溫表嗎 原來他水已經全部漏光了 然後他就開 然後繼續開 開到已經 還好沒燒起來 我想說你 而且他是男生耶 我想說如果你會開車的人 我沒有歧視意思喔 不要 我是說男生比較會 所以對於這種敏銳度比較高 我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喔 因為女生相對對於這種 比較儀表的數字 比較不會那麼關心啦 OK 那一樣的道理喔 就是說如果今天金融相關的資訊 那你要如何可以把它馬上視覺化做一個決策 因為你差一點點做決策錯誤的話 那真的會讓公司虧錢虧很大 就像說之前那個什麼 防疫的有沒有 那個防疫保單有沒有 哇 剛開始大家好像覺得那不太可能會中 結果沒想到哇 大家全部都中了 所以之前那個南山人壽差一點 因為這樣關係 哇 虧了很多耶 幾十億 我看應該有上百億吧 剛剛那個保單每個人 保六萬塊 六萬塊 十萬塊 哇 全部一家 剛好我那個朋友 他就講了一個道理 他因為剛好前一陣子才領的那個 這個 因為他們家全部都中了 所以他們領了好像有二十幾萬吧 他說好像這種錢一定要花掉 所以剛好他就有地方花了 所以我本來還替他覺得很難過的 沒想到他還反而開心 那不過好像也因禍得福吧 他修好車之後 他等於他說 老闆說直接換引擎 我說換引擎 你要換一台車好了 不過他就後來換個引擎 然後大概幾天啊 他說四天就換好了 然後四天之後他真的就開車 他就到我家 他就馬上就讓我開看看 我本來以為說 這種換引擎很恐怖 會不會突然開一開的 不會 反而更好 好像開新車一樣 真讓我跌破眼睛 我想說 原來可以這樣子 開開冒煙 然後換個引擎 整個好像 又好像換了一個新車 而且他花的錢好像也不算很多 他花了七萬塊 我想說 而且是2.0的引擎 我想說2.0的引擎 這樣其實滿便宜的 可以這樣 原來台灣這技術還滿好的 以後如果你開到冒煙 你也不要 OK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這個怎麼切成兩半 第一個當然 我們全部折線圖上個禮拜是 主要應該有的地方 我們先解決這個 美元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要改的話 就是把美元折線圖改成只有一半 那一半的話 主要是寬度部分 其他不改 有沒有 位置不改 所以之前我們有兩個坐標 不用動 然後寬度變一半 然後高度也不動 OK 所以我們第一步可以怎麼樣 可以先把它刪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上個禮拜的美元折線圖 我先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個把它複製 然後到底下的話 檢測V貼上 然後改成美元折線圖2好了 那這裡面的話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我把這個寬度改一下 本來是 有沒有 位置的寬度 乘以10 改成乘以5就好了 第一個就OK了 我們來讓一下看一下 就是把美元折線圖的寬度 這個是不是應該知道改哪裡吧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這個是 Laps 是它的左邊水平坐標 Tub 是垂直坐標 然後 width 是它的寬度 這個是它的寬度 然後這是它的高度 那我就把這個改成乘以10 然後讓一下 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是不是只有一半 對 一半了 OK 好 所以美元OK了 那再來人民幣要放旁邊 所以人民幣要怎麼改 人民幣我看一下 人民幣 人民幣這邊好像沒有 沒關係 我就直接拿美元來改好了 那如果要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這個人民幣的話 那主要改哪個地方 人民幣 那一樣折線圖2好了 那一樣這個地方 一樣折線圖 M的1到變成11 可是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把它改成什麼 一樣是M1這個位置 但是我要讓它向右移動 移動多少的距離呢 移動就剛好這個美元的寬度的距離 所以如果你要改人民幣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改人民幣的部分 那首先當然我先改那個 sourced data 它的data應該是改成什麼 改成 兩個 A1到A的 這個到多少 假設30好了 逗點 然後第二個應該是C吧 C藍的 C1有沒有 冒號到C的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 不過最下面一列 我是改成向下追蹤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andr 就是上面有一個向下追蹤 那為什麼要向下追蹤 因為將來 你們在抓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抓的範圍 就是時間不一樣的話 抓到的列數絕對也不可能一樣 所以如果你不用向下追蹤的話 那變成如果像上個禮拜有25 那25你可能只有跑到25 那底下的資料就不會被畫出來了 所以怎麼判呢 這個地方需要加一個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很簡單嘛 前面有講過 就是rangeA1 就是油標放A1 Ctrl Shift向下得到的列 所以如果我今天這一次這樣這樣 油標放這裡 Ctrl向下 把這個65的列帶回來的話 那所以這個r就等於65 那我再把它塞到這邊 這個地方就不能夠是 怎麼講 A30 一定是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r 然後and符號 前後把它控格 其實這個 跟之前串一個i 到底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它已經是最右邊 所以andr就可以了 好 人民幣這個先改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是拿美元的坐標來改 所以我的坐標理論上 就不能夠放跟這個m1一樣 所以記得 主要應該會改的地方應該是這個laps 就是水平坐標 水平坐標應該是放哪裡呢 應該是放在 再增加多少 這個美元的寬度 所以記得加上多少 其實它寬度多少 剛好就是五個欄寬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放在右邊的話 記得laps後面加上什麼 五個欄寬 那五個欄寬的話 就是range A1的寬度 乘以5就對 range的寬度 width乘上5就對了 就是剛剛一樣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 上面那個美元的寬度 有沒有美元的寬度 這個把它複製貼過來 加在laps後面 那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應該就不用改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top 這個都一樣 OK就不改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美元OK 那人民幣要不OK呢 執行看看 人民幣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歐元 那歐元的話就要放在下面 所以如果歐元的話 顯然就是一樣的道理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剛剛好下一個歐元 然後下一個下一個 他剛好一二三四 就是兩欄兩欄 而不是縱向的 用什麼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最好 OK想想看 當然也沒有說 絕對只有一個寫法 不過你們可以參考 那個上個禮拜的全部 全部折線圖是 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10 就是1到10欄 然後我們解決幾個地方 反正你們先看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們先想想看 先做出 美元折線圖 再人民幣折線圖 再來就全部折線圖 試試看好了 這個程式碼應該雲端上也有吧 我看應該 如果沒有的話 我再複製一下 我理論上記得 好像 我有把它貼到那個 在這裡 在這個第七頁的地方 這邊有個美元折線圖2有沒有 然後 差別只是說 我沒有這個地方沒有加r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沒有r 有沒有 都36 所以你假設要改的話 可能要把r加進去